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八十一集 城乡殿灯火阑珊 李志面对着跪在深盼的妹娘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呆了好一阵子 这才俯下身子清除她光洁的脸颊 真的是你 妹娘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 皇后 王皇后仍然在一旁默默吹泪 但是她却强咬着牙 冷冷地说道 她不是明空 也不是当初的武才人 是臣妾的婢女 阿妩 陛下说话要慎重 此时此刻 她还在顾忌颜面 不过心中却甚是苦涩 原来自己在丈夫心中 竟然这么不堪呢 皇后不认 但是妹娘必须承认 她抓住李志的手 滔滔不绝地说道 是我 是皇后娘娘接我进宫的 若再迟缓几日 恐怕我就性命不保了 皇后娘娘是我的大安人 不但救了我的性命 还让我再见到您 陛下 您实在是误解了娘娘了 她完全是一片好心 为陛下着想 也为您的江山设计着想 您怎能说那些伤人的话呢 她双眼熠熠 闪烁着感激的泪光 嗓音 清澈而嘹亮 似乎无比制成 皇后的抽泣 顿时化作痛哭 但是心里边却颇感慰藉 她倒是知道感恩啊 总算是不枉我一番苦心 李治甚是尴尬 她回想起方才说过的话 不免脸红 见妹娘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她明白自己该向皇后说什么 但是她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慌 慌 刚才朕 朕 王皇后抹了抹眼泪 又恢复了以往的镇定 陛下 乃天下之主 臣妾不过一介女流 雷霆雨落皆是君恩 什么话不能说呢 况且 我是个没心的人 怎会记恨呢 李治的脸 羞得像大红布似的 是朕说话过分了 却也怪你 早不言明 都过去好几天了 你怎不向朕提呢 王皇后冷冷一笑 索性不再隐晦 她发未续起 怎好到处声张啊 是陛下不爱往我这木头人里边的房间来 若早些来 早就看见了 这话里啊 透着十足的怨气 时辰一晚 陛下也该回去休息了 心头肉在这儿 李治哪能拔得开腿呢 媚娘灵机一动 陛下 用过晚膳了吗 没有 这话倒是实话 为了找媚娘着急半天 她真没吃饭 媚娘望着李治 朝皇后扭了牛嘴 哦哦 李治会议 高声吩咐道 快准备韭菜 朕要同皇后 小酌几杯 王皇后吃过饭了 况且呢 现在早过了定更天 若是在平常 一切有为宫廷规矩的事情 她都不会答应 可是啊 眼下是不同了 她早已不记得 上次与李治 对坐小酌 是何年何月之事了 自萧淑妃受宠之后 她就没有过这样的待遇了 此刻她听李治提议 竟怦然心动 一声不吭地默许了 怒别去准备 媚娘连忙起身而去 你 李治不好阻拦 只能回头先顾那个受委屈的 于是她善善坐到皇后的身边 握起她冰凉的手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是一个劲儿的愧疚的叹息 果菜不多时就盛上来了 李治与皇后相对而作 无非说一些客套话 有酒遮休脸 李治渐渐放松 举起玉杯陪笑道 啊 朕 该好好敬你一杯 方才多有误解 你 千万莫挂心 欺感 陛下请饮 皇后以袖遮面 把酒给喝了 她似乎很陶醉这丝温存 淡然的脸上 盈盈泛着光芒 李治友一搭无一搭地陪着她聊着 但是眼睛呢 却不由自主地往外瞟 媚娘和几个宫女 一起捧杯上茶 进进出出好几回 竟没有停留半步 这不把人给挤死吗 终于啊 又见媚娘端着一盘羹汤上来 李治再也不放了 她轻轻咳了两声 咳 阿妩 你 也该向皇后敬酒了 是 媚娘轻轻地应了一声 并不看李治 而是低头 凑到王皇后的身后 拿起酒壶 恭恭敬敬地 为皇后满上酒 李治想把自己的杯给她 让她敬皇后 哪知呢 媚娘不接 匆忙连退几步 跪倒在地 奴婢身份低微 不配向皇后娘娘敬酒 但是 娘娘对奴婢恩同再造 全权孝心无以为报 还望娘娘 不要嫌弃奴婢这点不成话的敬意 饮下慈悲 王皇后非常爽快地把酒给喝了 嗯 难得你一片好心 李治突然意识到 她与媚娘并非就此便能长相厮守 媚娘身份尴尬 即便想给她个名分 先皇嫔妃的往事还摆着呢 舅父和楚穗良能答应吗 没有他们同意 任何册封都搬不了啊 想至此 李治的眼中 泛出了一丝不忍的忧愁 还未说什么 却见媚娘提群而起 天色不早了 奴婢不敢唐突皇天后土 这便退下 叫人为陛下备好寝据 王皇后非常的满意 嗯 你很懂事 歇息去吧 李治心急活了也没办法呀 毕竟她现在是皇后的婢女 名分有别 难出言挽留 自己呀 还欠着皇后的人情 瞧这阵势 今晚上 可真是要抱着木头睡觉了 她只能抄起酒壶 一杯接着一杯地饮着 媚娘出了正殿 回到自己的下榻处 如今她的身份 只是公婢 任何名分都没有 和另外几个伺候皇后的公婢 住在一起 你 您怎么回来了 其他的宫女 多少知道点内情 对这个来历不正的人 不免太多暧昧 既比仪 却又有着几分畏惧 说起话来 都非常不自然 您 不 不过去伺候吗 不 皇上留宿在此 你具备最好的请去吧 媚娘一脸的坦然 喝 宫女险先说漏了嘴 要问出和谁睡 媚娘不带她出口 便说道 我刚来不久 以前皇上和皇后 共寝时的铺盖不熟悉 劳烦姐姐安排 其实呢 那名宫女才十六七岁 她二十六七岁 却还恭恭敬敬地 叫人家姐姐 宫女一阵醋眉呀 别说你不熟了 我都不熟啊 自打皇上登基 就没和皇后睡过 私存半赏 方起身 整理整理衣裙 准备去寝殿了 媚娘仔细注视着她 忽然问道 这几日 一直觉得姐姐相貌眼熟 你姓郑 记得先帝之时 有一个正才人 不知 那是我堂姐呀 宫女一阵的兴奋 我小的时候啊 她常哄我玩 听说去了赶夜寺 我伯父伯母啊 还记挂着呢 姐姐可知她近况啊 宫女一高兴 竟然连称呼都变了 媚娘微微一笑 你先去伺候差事 回头再说啊 宫中嫔妃 女官乃至一些有头脸的宫女 为官僚子弟 尤其是皇帝和皇后两出 所用之人 基本都是功臣名门之女 像七八阶的官品 两代后宫 多姐妹 孤侄之类的关系 媚娘心中暗喜 看来呀 赶夜寺的经理 并不一定是坏事 姐姐千万没睡啊 等我回来 那宫女笑呵呵地去了 媚娘躺下 轻轻合上眼 不是睡觉 而是思考 前朝时的人和事 一幕一幕地 浮现在了脑海里 唯贵妃的淡然宽容 杨淑妃的矜持端重 殷德妃的热情泼辣 表姐嫣妃的明智泰然 杨洁瑜的柔和顺从 徐慧的赤诚才情 所有人的优点和短处 还有长孙皇后 亲自编写的女泽 没有名分 没有地位 没有居所 没有尊严 这都不要紧 只要脑中暗藏着 那些前朝的教训 就能把一切都挣来 京城所至也好 机缘侥幸也罢 我五妹娘又回来了 谁也别想再把我和智奴分开 谁也别想再把我踩在脚下 从英国宫尊贵的二小姐 到寄人篱下的可怜虫 从贞观天子后宫财人 到感业寺的明空比丘 命运的起伏令人应接不下 现在妹娘又成了宫女阿妩 好在昔日当财人时 朱尔碧尔怎样伺候她 她还记得 现在她全盘端回给王皇后 与之不同的是更细心 更殷切 更事无巨细 城乡殿中所有的宫女 阿妩是最勤劳的 每天清晨总是她最先起来 把镜面水打好 等皇后醒来 困倦难熬的午后 总是她势力在皇后身旁 不厌其烦地轻摇着宫扇 每个傍晚 也总是她 忍着烟熏烧爱草 为皇后驱赶蚊虫 更为难得的是 她不仅是一个能干的婢女 也不乏一些学识 非一般宫女所及 每当皇后书画消遣 她常磨磨捧咽 时不时的呢 还指指点点说两句 说这个字写得好 刚如铁化 媚若银沟 颇有欧阳巡的风云 不够言笑的王皇后 竟然面露玩耳 想来啊 她所指正之处 正是得意之笔 谁人知道 阿妩昔日 为取悦先皇 苦练书法呢 秋夜清凉 皇后平窗而望 昊月当空 树影朦胧 海池金水 荡漾幽光 她不仅吟诵起了诗篇 玉管梁出印 金湖夜见蓝 仓池流烧结 仙渣路方团 燕声风断处 树影月中寒 爽气 爽气什么来着 媚娘手捧寻香 接口道 爽气长空静 高银绝思乱 绝思乱 气不成了心烦意乱了吗 是啊 绝思宽 皇后瞥了她一眼 哦 爽气长空静 高银绝思宽 媚娘满面认真 不住的末年 绝思宽 绝思宽 嗯 还是娘娘记得清楚 一脸的囧态 逗得皇后眼口而笑 岂知此诗的作者杨诗道 正是阿妩的唐舅 哪真会记错呢 摘记之日 长明灯盼 王皇后手拧 佛珠 送起了 妙法莲华经 财宝无量 金银流离 奇珠仓库 西街盈役 多有仆同 陈左利民 向马车胜 牛羊无数 阿妩双手和时 低声请教 奴虽在佛门一载 这句始终不明 向马牛羊 岂是佛门所欲呢 皇后嘴角微翘 满是不屑 向马牛羊者 所谓一心三观 洞悉三观 方入大圣 哦 娘娘修为 不在消逝三师之下 阿妩越发地前程膜拜 你赞得也太过了 皇后虽然如此 但是心里 却非常受用 她哪知啊 阿妩是 红农阳士所生 法华宗的信徒 年少时便通读经文 岂有不知之理呢 如此一来 城乡殿中除了阿妩 没有人能与皇后 有更深的交流 其他的婢女 只剩下一旁懵懂的份了 不过 大家并不嫉妒阿妩 因为这位大姐 格外的和善 常把省力的差事 让给大家 还会讲许多前朝的故事 认识大家在 赶夜寺的堂姐 表姐 姨母什么的 更重要的是 皇帝常常私下赏的东西 而每次 她都把赏赐 分给大家 皇后引她入宫 本有图谋 再加之她这般实相 自然是 活多成全 自从她来到城乡殿 皇帝驾临 也越来越频繁 每次阿妩都极力地躲避 不敢月里争宠 李治面带尴尬 欲说还休 东拉西扯 一直耗到日落西山 还不走 每每此时 皇后网开一面 李治阿妩就于 侧殿安寝 盛起美事 隔三差五的 连皇后本人 也有幸 沐浴 安宠 心情 也比过去 开朗了许多 城乡殿 似乎变成了 太原王室的宅院 阿妩 简直就是 王家小姐 最贴身的丫鬟 然而 谁也不曾深思 丫鬟还比大小姐 大四岁呢 王皇后 见她续发未久 青丝太短 竟把自己的假发 赐给了她 并开始带她 走出了城乡殿 皇宫中的一切 对妹娘而言 都是熟悉而陌生的 熟悉的是 楼台殿阁山池草木 陌生的是 她们的主人 物是人非 而她妩媚 却是去而复还 想一想 自己都觉得离奇 以王皇后的矜持 是不屑于串门的 更何况 身为后宫之主 焉能屈救别人呢 这明显呢 是故意带着她去看的 妹娘心知肚明 极力观察 每一位嫔妃 一观之下 妹娘心中窃喜 这群嫔妃啊 虽然天生丽质 却没有一丝成熟圆润 叶婷之中那些女子 一半是未通事事的黄毛丫头 另一半是唯唯诺诺 甚是拘谨 三个淡玉皇子的女人 陈王李中之母刘氏 许王李孝之母郑氏 启王上金之母杨氏 皆普通宫女出身 封号最高的也不过是美人 相貌清秀 却无材实底蕴 有身份的嫔妃 则恰恰相反 四妃之中 贵妃 贤妃 德妃 皆是名门之女 倒是与皇后 一个母子扣出来的 金池淡漠 鲜雅田净 这种女人若身在李世民的后宫啊 那或许还有一席之地 可是却偏生遭逢制奴 那呀 便只有苦手孤单的份了 并非是现在的后宫不如前朝 也不是媚娘目中无人 而是这一切对她来说都了然于凶 是啊 那些女人的未来 不过是她的过去 她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